9号晚这艘台湾活水渔船装载23.96吨鲜活石斑鱼从台湾高雄出发 经过19个小时的海上航行 顺利抵达福建东山港台轮停靠点 台湾的石斑鱼80%的输入大陆市场 能够得到大陆市场的认可 大陆同胞的肯定 我想这个也是台湾业界非常非常服气的 今天有这个机会跟机会能够重返在大陆市场 我想台湾的业界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两岸攜手同心 两岸一家亲 据了解 因此前从台湾地区输入的鲜活石斑鱼 多次被检测出违禁药物 海关总署决定自2022年6月13号起 暂停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大陆 随后台湾相关方面进行整改 经综合评估后 海关总署决定自2023年12月22号起 恢复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大陆 台湾地区石斑鱼通过活水渔船 从台湾本岛以对台小额贸易方式登陆福建东山 具有靠拨不受潮水限制运输便捷的特点 能最大程度保留活鱼的新鲜度 现在预估是每周有五个行次左右 那一个月大概就是20行次 主要消亡 那个一线城市 比如说北京 上海 天津 南京 杭州 西安都有 省内有厦门 湖州 泉州也都有 虚弱 我们感兴趣 有可能 有可能